今天台北股市開盤 我相信應該不會有人忘了今天是開公寓 只有幾十塊錢 奔一筆十倍 剛剛突破 各位好朋友 新春開紅盤 恭喜大家 龍年行大運 今天台北股市開盤 我相信應該不會有人忘了今天是開公寓 好 那今天大盤漲了548點 可以說是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兆頭 那我在過去也跟各位講過 我說去年的兔年 是黑兔年 兔子就是這樣子 串上串下的 我在去年有跟大家講 你兔年的操作策略 你真的就只能守株待兔 因為腳兔有三枯 那今年的龍年 就不一樣了 開春今天大漲 那當然 這個指數今天創了這個新高 可能很多人會想說 那我來不及怎麼辦 其實不會 真的不會 今天大盤漲548點收盤 成交量 現在是4926億台幣 很正常 為什麼 台積電一開盤 2330 哇就直接 你看 差一檔漲停板 是不是 我在新春的時候 我在賴上面有跟大家 稍微分享一點 其中 就是我們在美股的 一個走勢當中 其實我們已經是很確定說 台北股市它一定會開紅盤 但是這個資金它會落在什麼方向 以及開完之後怎麼樣 這個是我們沒有辦法 這個完全預料到的 所以在今天在開紅盤呢 你發現這個指數的確不錯 它這是一個開高走高大漲 沒有什麼太大疑慮 但是 有一點很重要的事情 你看 上市歸加起來 1400多檔股票上漲 但是呢 還是有800多家下跌 800多家下跌 所以選股票 還是非常重要的 好來 在美股 在台股休市期間 這一段期間 美股的市值出現一些變化 出現一些變化 微軟 原來是第一名 但是蘋果呢 被擠到第二名了 這個在封關之前的時候 就已經 這個 已經 這個趨勢就已經出現了 好 那 重點是這個第三名的回答 一路往上 直接超越谷歌 直接超越 這個 亞馬遜 成為美股市值第三大的 股票 好 那台積電超越特斯拉 這個也是在封關期間 就確定了 好 所以大家去想它這個趨勢 那當然 很簡單的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回答嘛 就是AI嘛 微軟為什麼超越蘋果 也是因為AI 台積電為什麼超越特斯拉 那當然 這更不用講 是不是 好 所以回答你看這個股價 好 來到市值全美 第三大 OK 這個 市值啊 這個全美 全美第三大的股價 NVIDIA 這個部分 那當然 它帶動就是什麼 帶動就是AI股票一個大漲 可是各位你去想想看 在過去這一段期間 大家是不是被很多 所謂的壞消息去誤導 各位你想想看 我舉兩個例子就好 來 之前有沒有 劍指中國 這個是去年8月31號的時候 的新聞 我都還在 劍指中國 美國限制灰打AI晶片出口到部分 中東國家 還不是中國 是中東國家 那個時候很多人就說 哎呀這個灰打完蛋了完蛋了 結果呢 很害怕 那甚至 來這個更有趣 來各位你看 這個是9月8號 去年9月8號 經濟日報頭版頭條 黃仁勳大賣揮打股票 我當時拿這個這張報紙 我跟大家去解讀 我說笑掉大牙了 人家是把那個 手中的選擇權 的一個股票 只有8.9萬股 真的沒有多少 8.9萬而已 才套現 4,280萬美元 我覺得 很多人看這個4,280萬美元 好像覺得很大 可是你知道 微軟是這個 揮打市值現在多少嗎 黃仁勳的身價現在多少嗎 根本就是九牛一毛嘛 所以這個新聞出來其實 大家都很害怕 黃仁勳大賣大賣 大賣 小時 經濟日報真的是 好 那這個重點來 你看 有沒有 結果 我當時跟各位 我說微影是第一支創新高 AI指標股 我當時在這個地方抄底 有沒有 各位 你看到那麼多恐怖的新聞 有沒有 九月份先落底 殺下來 各位你看看 九月八號的時候出現這個新聞 黃仁勳大賣 揮打股票 是不是 微影在九月份這個地方開始出現落底 打雙腳 對不對 我甚至跟各位講 你一千 你買一千三一千四 甚至你買一千五 你都不要怕 我後來一千八再買 各位 各位 漲到多少 兩千四百九十塊錢 可是好玩的是你看今天 你看這個股票 你看 你看微影 開盤直接給你開賬定 兩千四百九十塊錢 你看盤中最低能夠達到兩千兩百七十塊錢 各位 這種股票 還有人在這邊衝來衝去的 當天怎麼樣 一差差了多少 差了兩百多塊錢 兩千四百九十塊錢 最低沙爾兩千兩百七十塊 差了兩百二十塊錢 差了快 一支停板 所以我跟大家講 我說股票 你們要做這麼短 真的是 要賺錢是很困難的 因為高價股的籌碼相對上比較穩健一點點 你看這個富士達 有沒有 我們過去跟各位介紹的 我們四百塊跟大家講 進場超低 今天最好來七百四十五塊錢 很多人會問 那接下來 我們該買什麼 或怎麼操作 好 我就再舉個例子 六四六二的神盾 封關日那天 神盾家族 全部跌停 神盾跌停 安國跌停 安格跌停 這個 6685的 心盾跌停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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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盾 心盾 神盾家族 整個都 在封關日那天 都打到跌停板 我都是跟各位講 有時候股票 你要懂一點 殺下來 不是讓你亂賣的 是讓你去買的 那這裡面 神盾 安國 安格 心頂 甚至有人講這個訓解 我說 真正你要做的 就是神盾 我當 我當時跟各位說 你有神盾快來找我 我現在跟大家講 來 神盾 封關那一天 發生 打下來 我說先買一筆 266 價錢都告訴你 2626 251.5 再買一筆 再買一筆 怎麼 跌停板 再買 你們敢不敢買 我講 不見了所有人敢像我們這樣做 可是我為什麼敢這樣做 我为什么有把握 来 神盾呢 有没有涨停板 有没有涨停板 我会常跟各位讲 有的时候股票 很多人只是要名牌 可是你拿到这个股票之后 你不见得敢买 甚至于你会在高的时候 涨多的时候 甚至涨停板的时候 你去买 也就是说一样的股票 有人会赚钱 有人会赔钱 你神盾封关那天 你去追开盘的 你被修理 可是神盾呢 你买跌停的呢 一样六四六二 那你今天涨停板 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你就扎扎实实的赚一根掌停板 所以我问大家嘛 对不对 这档股票 其实神盾加重 我们跟大家介绍 很久很久很久了 我就拿神盾做例子 是最好最恰当的 我们当时的108.5 带客户进场去大买抄底 那说到后来我们出掉了 那我们等的就是一个怎么样 一个震荡的机会 我们重新再接回来 会嘎到哪里 对不对 所以大家去想一想 这安国更不用讲了 去年我们从低价国 一路陪着大家 看着安国 从低价42块钱 涨到204块钱 涨到变高价国 那我也很有信心告诉大家 我说2023 安国让你大赚 2024小安国会更飙 我们把格局放大 亲爱的 我们把格局放大嘛 对不对 我们把格局放大 所以我跟大家讲 来 神盾 安国 韦颖 富士达 每一档股票 大家都有看到了 那我也是跟各位讲 今天台北股市大涨 很多人来比上车 我知道 那甚至很多人说 老师这个过年 这个 才刚刚回来 那我也跟大家讲 我说 没有关系 我们在台北股市 我们不会缺席 今天涨500多点 今天涨500多点 那明天如果拉回呢 是不是一个布决机会又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农历正月都算我的 都算我的 好不好 我们从农历的二月 再开始 我们再讲一次 这一段期间 我们来培养一下 培养一下怎么赚钱 培养一下怎么样赚钱的feel 培养一下赚钱的一个感觉 一个节奏 那这一段期间 都算我的 都算丁老师 都算雨哥的 你也不用担心 重点是 你要能买 你要能敢买 就像神盾一样 对不对 我带着你买 25 1.5买 今天涨一天吗 276 那不就是二十几块钱吗 对不对 所以我说没有问题 与龙共舞 先来 先来 农历正月都算雨哥的 好不好 那当然啦 我们不能空口说白话 我说有些股票 各位你注意一下看一下 来 这股票 来 帽打 愿份营收连续五个月 年增两位数 来 各位可以自己看一下 来这里 这个是八月 八九十十一十二 对不起 算错 连续六个月 因为它元月份的营收 年成长63% 来 这个看来 来这里 帽打 元月份营收 五点四一亿 有没有看见 放大一点 帽打元月份营收 五点四一亿 年增63.26% 五点四一嘛 年月双增啦 简单讲就是年月双增啦 五点四一嘛 对不对 十二月是四点 四点七四 元月份是五点四一 五点四一是什么样的概念 各位 自己想想看 对不对 去年十二月是多少 二点八一亿 二点八一亿 所以元月份的营收 几乎是比去年的十二月 足足多了快一倍 好 那这个股票 就整理整理之后 它这个地方就要准备突破了 六一三八 帽打 好 那再来联雅 西光子 我们就短暂介绍一下 西光子 3081的联雅 我就问大家 联雅去年 亏钱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它第四季 还没有公布啦 可是 应该是亏钱 去年应该是亏钱 可是为什么公司提早宣布 还要配零点五元 为什么 各位你想想看 一个赔钱的公司 理论上 它不应该配 不应该配息 配现金嘛 那为什么会配现金 出去 各位你想想看就好 你想想看我所讲的 所以3081的联雅 这个地方要注意 好 那 再来 就是要重点了 台光电 PCB今天创新高 高价股 500多块钱 股票今天创新高 涨停板创新高 今天盘中碰涨停 来 金像电2368 也是PCB的 今天也是涨停板 创新高 可是各位你想想看 500多块 200多块钱 我们先讲 它是高价股 但是呢 最重要是在这里 金像电本益比 是36倍 台光电 本益比 是35倍 这两间公司 今天股价都同步创新高 盘中也同步 攻上涨停板 我现在跟大家讲 这档股票只有两位数 只有几十块钱 本益比 十倍 刚刚突破 刚刚突破 就帮助大家 我正跟大家讲 我说这些股票 就是让大家 你先来去享受 享受什么 你底部进场赚钱的快乐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都准备好给大家 来 神盾安国 维影 富士达 你都看到 羽龙共舞 先来享受好不好 农历正月 都算我们的 那在这里呢 也先祝大家 开工顺利 记得 羽龙共舞 宇哥 是你的贵人 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